驢子与狼 驢子在草地上吃草,忽然看见狼鬼鬼祟祟的靠近。 驢子连忙装出一副瘸腿的样子来,狼假装关心地问, 亲爱的驢子,你的腿怎么了? 我刚刚越过篱笆时,踩着刺,扎伤了脚。 你真是太可怜了。 我要死了,请您吃了我吧,不过得先拔掉我脚上的刺,免得扎伤喉咙。 狼十分高兴,连忙抬起驢子的腿,认真检查。 刺在哪里啊?我找不到。 刺很小的,您凑近点看看。 狼瞪大眼睛,更加仔细地看了起来。 驢子趁机对准狼的嘴巴用力一蹬。 可怜的狼,牙齿都被踹掉了好几颗,呜呜地逃跑了。 不远处,一位农夫哈哈大笑。 哈哈,好聪明的驴子啊,面对坏人不慌不乱,机智对付。 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